女人欲望太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为此我专门采访了三位有经验的女士 我们一起来看看她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第一张婷25岁 她说我刚刚结束了我的学习生涯 目前刚刚进入到社会工作 大学那会儿 我曾与前任有过一次亲密的体验 那是我唯一的一次 然后我决定采取自助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就是买了一些玩具 你懂的 有趣的是 自从我开始使用这些玩具后 我发现自己竟然特别喜欢 他们给我带来的那种特殊感觉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有点过分 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来满足自己 对吧 我也在尝试不同的尺寸 就像是穿新衣服一样 每个尺寸都有它独特的感觉 现在看来 我好像更喜欢16厘米的那款 图片 它能够深入触及那个特别的点 让我感到舒服 当然 我也喜欢那种在外围进行的感觉 这也很棒 可能从我讲的这些事情上 你已经大概了解到我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了 并且我的身材也相当出色 可以说是前凸后翘的类型 所以 我觉得如果我找到了新的伴侣 他应该会非常喜欢的 但我有点担心 我不确定是否应该让男朋友知道我的真实需求 因为我基本上每天都有这种需求 除了生理期外 我每天都想要发生关系 我现在单身 所以没有人知道我私下里如何 但我总是在想 男生是否能够接受一个这个方面很强的女朋友呢 我不确定这对于男生来说是否是某种扣分的特质 我希望找到一个可以理解和接受我这一面的人 而我也会尽全力去满足他 所以我一直在犹豫 我是否应该在找到真正的他之前就告诉他这一点呢 第二 杨元元 39岁 他说 你可能不知道 我的性观念可能比一般人更早就已经形成了 并且经历了一次次的塌陷和重建 我记得我在小学就发展出了自己的家腿技能 然后 我在18岁那年就开始了我对性的探索旅程 我就感觉浑身不自在 好像有小爬虫在我身上爬来爬去一样 当然 成年后我总是确保和我一起的伴侣能够和我保持节奏的同步 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已经过了十年了 然后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 他并不是一个那方面欲望非常强的人 但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适合结婚的对象 当我有了这样的认识后 我开始有意识的减少和他的亲密行为 实话说 我怕吓到他 我也不希望夫妻生活中的主导和被动角色过多 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在和其他人的时候 我可以说出各种乌言晦语 但在他面前 我可能只会主动换个姿势 或者稍微加快一下节奏 我时常在思考 夫妻生活会不会在我们的婚姻中变成一颗定时炸弹 一方面 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在那方面的能力上质疑自己 因为如果他是个风流人物 我不会选择他 同时 我也会适当地告诉他我喜欢的方式 比如 我并不喜欢那些黏糊糊的前戏 另一方面 我也很担心我的习惯会对我们的婚姻关系产生影响 我也在反思这些事情 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和谐的道路 让我们的婚姻更加美满 第三 高小雪29岁 他说 有时候我会听到这样的说法 就像一个女人欲望强一点 有什么大不了的 真的不必太在意 然而 对于我这样一个欲望较强的女性 我觉得这话听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我的观念比较开放 但是当我不小心让别人知道我有强烈的欲望时 我会下意识地质疑自己 会觉得我是不是过于放纵 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对 可能是因为我们作为中国女性 受到了大环境和各种舆论的影响 有些东西一说起来就会有很多 这里我们就不讨论了 我觉得真正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是 首先有欲望是非常正常的 这个需要我们自己认可 然后有时候我会在想 如果我比男人的欲望还强 那是不是因为他可能比较冷淡 或者我们两人之间的夫妻生活质量不够让我满意呢 在这个时候 我通常会选择和他进行沟通 比如说 如果我喜欢前戏多一点的话 我就直接说出来解决问题 而且我也可以尝试买一些内衣什么的 来增加我们的感情互动 让彼此的关系更加亲近 如果遇到了自己的男友 那方面的硬件不行 那我可能就会选择换一个男友 因为我真的觉得有些男人 他们自己满足不了女人 就会说女人过于放纵 欲望太强 他们根本不从自己出发去解决问题 反而怪罪别人的正常欲望 让女人承受社会道德舆论的压力 对于这种男人 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再和他在一起了 我应该去找一个可以理解我 可以满足我 能够尊重我 而不是贬低我欲望的男人